欢迎收看 命运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陈亚兰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百态人生的悲喜 愿人人都被善待 要来说 健康的 健康的 老大人的健康 老大人 今天的來賓都會老大人 哪有人年輕的好不好 是你比較老爸 怎麼樣 我今年 18 要60耶 看不出來 再來繼續 有很開心嗎 很開心耶 不好意思 我日行一散說謊 要說年輕的 這邊我們才有年輕 對啊 歡迎最年輕的 吳美玲老師 好 老師好 最年輕最健康的老師 都按講 下面一位比你更健康 趙英軍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以及Amanda老師 大家好 來 歡迎幾位特別來賓 來 今天所謂 這位很重要 居服機構的創辦人 我們歡迎陳素貞 您好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營養師 劉一禮 歡迎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來賓 LALA 歡迎 大家好 你敢說人家這邊是老的 對 你自己做過去比比看年紀 以理 你別看以理是保養的好 他其實65了 我只有16年次好嗎 16年次好 你跟他一起劈你 一起劈 好 像最近社會高度的關注老人家 是因為美國退選的老總統拜登 遭到這個媒體質疑 懷疑說他是不是又失智 然後是不是又確診新冠 實在是讓人不得不重視 老人的疾病 對啊 對不對 首先問一下LALA LALA她不是老人 但是LALA 這個女生 你別看她這樣子 她其實 她也是蠟燭兩頭燒 還要顧自己的工作 還要顧小孩 還要顧爸爸 那三頭了 真的 說爸爸得到阿滋海默症的時候 一度被安養院拒收 我覺得阿滋海默症真的很可怕 她是沒有預警的 因為我記得她確定 得了這個病值錢的上個月 還在跟我說 她要吃什麼保健品 顧膝蓋的 然後吃什麼薑黃 然後也希望我可以再多給她 兩千塊零用錢這樣 都很正常 然後下一個月就突然收到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上台北工作 然後我妹妹就很緊張打來 說姐 派出所打來 他說爸爸就是在屏東迷路 屏東 你們住哪裡 不是住高雄嗎 我們住高雄 然後 跑到屏東去 我爸爸的交通工具只有機車 所以他一直騎在機械 然後騎到屏東整個大迷路 然後那時候還下著大雨 他去屏東幹嘛 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幹嘛 他本來是要去高雄的哪裡 然後就一直騎 找不到 他可能要回家 然後剛好就是被 那個巡邏的警察看到 就是有一個老年了 然後就牽著機械 然後在淋浴 所以就把他請來警察局 但那個警察局的人員問他 他也是一問三不知 他就說 你怎麼把我來派出售這樣子 就是還在那裡大鬧一下 然後後來查了我爸爸 下面有我跟我妹妹 所以分開聯絡 剛好因為我剛好在工作 我沒接到電話 然後我妹妹接到之後 他就很緊張 就帶著我妹夫 然後一路下到屏東的派出所 然後問清楚才發現 那個警察就說 你爸爸的狀況有點不穩定 因為問他住哪裡 他也不知道 然後只有跟我們說 有兩個女兒 然後其他一問三不知 問他為什麼會來屏東 然後為什麼要淋雨這樣子 爸爸的回答跟應對 不是正常人這樣子 那我妹妹就告訴我 我就 其實我反應很快 我就想說 會不會是 得了阿滋海默症這樣子 那雖然當下我很難過 因為我就想說 天啊 就是已經夠忙了 然後如果 然後上個月還好好的 怎麼突然間沒有預警 對 沒有預警 但是我已經從小就學會要危機處理 是 因為妳自己好多危機 對 我就邊哭 然後邊上網查 如果得了阿滋海默 然後的家人 我應該怎麼處理 照護怎麼辦 對 那有兩條路 一條就是請堪庸來照顧 然後另外一條就是 把它送給專業的安養機構這樣子 然後只是重點 要先去醫院 然後檢查 他是重症 輕症 還是怎麼樣的 對 然後就跟我妹妹說 那妳先把爸爸接回家 明天安排那個腦部的權威 然後去幫他 幫他鑑定一下他的狀況 我同時會聯絡安養院 可是速度很快 聯絡高雄家裡附近的安養院 也方便照顧 對 其實那時候有一點糾結 因為本來想把它送到比較 郊區一點 山上那種安養院 費用比較便宜 可是又覺得 環境也比較好吧 山上 對 可是如果有臨時狀況 像我跟我妹妹要去找他 就會比較遠 所以後來就選擇 在高雄的市區 然後費用也比較高 但對我跟我妹妹來說 如果說爸爸突然又生病什麼的 我們也比較好照顧 所以後來醫生就診斷 是重度的阿滋海 才一個月 忽然就直接變重度 對 一下子變重度 然後這一個月的時間也很 就是讓我很難過 因為我其實就反覆的在想說 我從小就賺錢養家照顧他 雖然中間被很多朋友 還是長輩念說 你爸爸就是讓你生成這樣 都沒有自己賺錢的能力 然後你自己也搞得那麼辛苦 但我就想說我就遇到 如果我不照顧他 他真的有一天會變成街友 因為人窮就沒朋友 沒朋友又沒親人 只剩下我 我如果不照顧他 他真的會很慘 所以我就想說 反正我就以身作折 也許爸爸哪一天 可能會覺得 非常的對不起我 跟我妹妹這兩個孩子 還有我媽媽 就是年輕的時候 不應該沒有好好對待我們 然後沒有好好的面對 家庭的責任這樣子 但沒想到 到了那個 我爸爸阿滋海默 他全部都旺光光了 我跟你講真的有點不公平 該他認他不對的時候 他還在海默症他傻了 他忘記了 他忘記他曾經做得有多不對 他多幸福 他是真的很幸福 但是那家人真的是 氣死了對不對 我得不到一聲道歉 然後我還要繼續照顧你 那時候我心裡是滿內好 我想說我這麼辛苦 二三十年來 可能想得到就是爸爸一句道歉 然後抱抱我跟我們全家人說他做錯這樣 但我這輩子是真的等不到 因為這個病狀就是不可逆的 他已經忘記我跟我妹妹是誰 他還說他沒有結婚 他也沒老婆 他已經記憶退化到小時候那個狀態 這是讓人又生氣又心疼 對 那有一度差一點被安養院退守 就拒收 因為我爸爸的狀況是他那時候就想說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然後我爸爸就開始會有一些 反擊的反應 可能那個要幫忙幫他洗澡 他就不想給人家洗 然後就沒穿衣服 脫光光跑出去 然後要爬牆逃出那個安養院 然後就搞得那個安養院 兵荒忙亂的 然後就想說怎麼會這麼難顧 然後不然就是我爸爸可能睡到一半 然後因為他是四人房 找不到單人床的 所以我們就給他安排四人床 他會突然睡到一半 然後把那個隔壁的 叫起來 對 然後這樣打牌打麻將 跟他聊天 多細咖 但人家也不理他 然後他就很生氣 把那個人家那個病 那個窗簾有沒有 那個叫什麼 對 拆下來 就把他這樣用力拆下來 然後還丟他東西這樣子 所以就是非常地讓我很困擾 經過亂就對了 對 然後那時候我也很忙 然後安養院就打來 說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收你爸爸 我就想說天啊 那安養院不收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 然後後來我就 後來安養院的人也很好 他就說還是你帶去醫院 也許調整一下藥物就好了 有可能喔 我覺得他們是有經驗的 然後後來我跟我妹妹 趕快把我爸爸帶去那個 看醫生 然後調整藥物 情緒就比較穩定了 結果後來就沒有這個狀況 來 我們來請教一下 Amanda老師 什麼星座的人最沉著 而且很有耐心 對 我覺得不管是什麼 不管是什麼身分 要跟這種長期 需要照顧的人相處 真的不容易 那我們今天呢 從星盤當中的 月亮 太陽跟上升星座 這三個部分來觀察一下 好 那這一題呢 什麼星座的人最沉著有耐心 我會覺得大家重點 可以放在月亮這個星星 因為月亮呢 它與每一個人 遇到壓力的時候 會有什麼反應有關 那我們就以月亮為主 太陽跟上升呢 為一個輔助來觀察看看 首先第三名 如果你的月亮 太陽上升是 比較常碰到一些困擾 就是他會把居服員 當成是那個清潔公司的 對 不可以喔 還有還幫他準備 被病人吃的食物 會煮他吃的 不是煮全家喔 對 不是煮全家 他不是你家的用人喔 是喔 不要誤會喔 對 我們都在挑Jabba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Jabba大神APP等你喔 首先第三名 如果你的月亮 太陽上升是落在 金牛座的朋友 來賓沒有 那可以想一下 身邊有沒有金牛座的朋友呢 特質就是看到成果 他就會覺得非常滿足 所以在遇到這種 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他可以有耐心 因為我們講金牛座的人 通常大家會說 金牛座反應很慢耶 很多事情啊 好像都是要想很久 才會有行動 但是呢 因為這就是金牛座一個怎麼樣 他遇到任何狀況的時候 第一他反應不快 看起來好像很沉著 這是第一個原因 再來就是金牛座的人呢 他們的抗壓性 其實也蠻強的 他只要想到說 我現在雖然遇到一些狀況 一些挑戰 可是未來 我只要克服這個困難挑戰之後 我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收穫 金牛們就可以去耐住自己的性子 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挑戰 好 舉例好了 我看到一一裡 我就想 我們用這個瘦身 來做例子好了 像金牛 大家都說金牛是愛吃美食的星座 對不對 這確實也是 是 可是比方說一個金牛 真的去找伊犁做個諮詢說 這個伊犁怎麼辦 我想要這個 真的身體更健康 好 伊犁給了一些專業建議之後 金牛他只要想說 好 我就按照伊犁說的做 我可能只要三個月的時間 我就可以瘦下幾公斤 我的體脂可以降多少 這是一個目標 但他有這樣的一個目標之後呢 美食的誘惑 我好想吃東西的這種慾望 他可以先給自己說好 那這三個月的時間 我就先忍耐一下 他覺得未來我只要能看到這個成果 伊犁沒有騙我 好 這個呢 我就可以耐住這個性子了 好 那當然這樣子的話 金牛這是一個很棒的特質 可是他們也會有一些盲點呢 我提醒金牛做的朋友 有時候金牛因為太能夠忍耐了 會待在一個什麼我不喜歡的環境 或是呢 比方說這個工作 我已經覺得很討厭了 可是換工作 我又覺得哎呀 要去面對一個新的挑戰 那我再忍耐一下好了 雖然老闆很機車 同事很討厭 我就耐著性子繼續待下去 或者是呢 有一些這個金牛的伴侶 可能自己心裡覺得不適合 可是呢 如果我要轉換 換一個伴侶要分手 我好像我也不知道 未來會怎麼樣 金牛就會勉強自己忍耐 所以那我覺得這個時候呢 如果自己已經覺得 真的很不開心的話 就不要發揮這種 很有沉著耐心的特質 這個對自己來說 身心都會比較健康的 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巨蟹座的朋友了 好 巨蟹座呢 我們說調適心情有它的方法 我看到椅裡的上升 月亮在巨蟹 LALA你的太陽上升在巨蟹 兩個都是巨蟹喔 但記不記得 他們一個是太陽在巨蟹 一個是月亮在巨蟹 像我剛才說的 我待會來講一下 兩個不同的特質 我們先講巨蟹座的人呢 基本上如果遇到一些 我覺得有壓力的時候 什麼反應 想要會第一個回到家裡 或者是回到我熟悉的地方 回到我的顆粒 對 回到我自己的顆粒 比方說有些巨蟹座的朋友 在公司裡面好了 這個老闆給了很大的壓力 一進辦公室 老闆就很機車 又要你坐這個 又要你坐那個的 巨蟹就會想 我好希望趕快回家 我只要回家 一打開家門 我就會覺得很有安全感 那他在工作的時候 只要想到 我在過七個小時 七個半小時 我就可以回家 他就可以去忍受 這樣子工作上的一些壓力了 好 再來呢 就是巨蟹座的人 通常在自己這種家裡或是覺得舒適熟悉的地方 他會佈置成自己覺得很喜歡很放鬆的樣子 我不知道Lala會不會 會 家裡面你有一些自己特別的這種要求 或者是你想要 我要怎麼用什麼色調啦 或是放什麼東西 我一看到就會覺得很放鬆 他會覺得這就是我調適自己壓力心情的方法 可能你說比方說面對爸爸的一些事情 你覺得這個其實很沉重的一個負擔壓力 可是你回到自己家中休息的時候 你可以快速的充電對不對 我相信以理應該也是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講了 你看像兩個來賓都是上身巨蟹 但是以理是月亮也在巨蟹座 所以確實以理自己內心 我真的很少看到以理生氣 我認識他好久了 講話都是很溫柔對不對 頂多說這個不可以吃 但是他也沒有真的生氣 好 他就是調適心情 真的 他可能覺得你們這些人 一天到晚問我同樣的問題 怎麼樣會更健康 怎麼樣可以瘦下來 我講了你們從來都不聽 可是他也不會覺得 你在問的時候 他也不會真的發火 老師你不要再給他戴帽子 你看那個進週刊 那一週刊都在盯著他 看他什麼時候吃麻辣鍋 都要拍照 說不定他就偶爾吃一餐 他就是自己去療癒的方式了 好 可是像Lala呢 你看Lala 雖然上身也是巨蟹 但他的太陽在巨蟹 而且你看Lala的月亮在哪裡 月亮在獅子座 所以相對之下 其實Lala你自己內心 是會有比較大的脾氣跟火氣的 對 就他遇到事情 我們講他們兩個人 相對之下Lala比較容易生氣 遇到同樣的狀況 Lala會覺得怎麼又來了 相對之下你會比較沒有耐心 但你會去壓抑你的一些情緒的 他的情緒裡面這邊一百分 對 可是到他罵出來的時候 已經變成巨蟹打三拳 對 一步過分 對 對 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但這樣子我會提醒巨蟹做特質腸的朋友 我們的一個盲點就是 有時候我的腦袋會告訴我說 我已經調適了 你看我回家我會用精油 用一些舒適的這種環境讓我放鬆 可是如果你真正沒有去轉化這個情緒的話 長久以來其實對我們的精神或是身體 還是會造成一些影響的 所以巨蟹座的朋友也是要注意一下 好 第一名呢 如果你的月亮太陽跟上升是落在 摩羯座的朋友了 好 摩羯座的朋友呢 面對壓力他不會氣餒 你知道嗎 因為摩羯座這個星座我們講 大家都說摩羯座是一個很能夠 擔這種重責大任的星座 其實很多公司行好的老闆 面試如果懂一點星座 他都很喜歡用摩羯座的人 好 就是很好用 你給他多少的工作 他都會幫你做完的 而且通常不會有怨言 好 周老師是摩羯座的代表 好 他的老闆是他自己 他更會害自己 對的 會折磨自己 真的 周老師的行程都很滿的 要找老師諮商 都要拍很久的 好 再來我們說摩羯座的個性 他會把很多 特別是家人的事情 當成是自己的責任 你知道這個跟下面 金牛跟巨蟹不一樣 像金牛跟巨蟹 比方說一樣是 家人長照的問題好了 他們會覺得說 好啦 家人有狀況 那我們想辦法 或者是沒人可處理的時候 我來照顧 但摩羯如果遇到家人 需要可能長期照顧 他第一個會什麼 沒關係 我來 他們會第一個衝出來說 那可能我比較有時間 或是我的經濟狀況比較好 或是種種的條件 他不會先說兄弟姐妹一起處理 他就會自己扛下這樣的一個責任 他會覺得沒關係啊 這個都會遇到 那家人的照顧 就是我的該父親的責任 而且他真的就是那種會覺得 像有些長照的這個家人 可能像等一下 陳老師會更專業的解釋 可能有時候在照顧的時候 可能需要定期的 比方說什麼翻身啦 或者是一些這種協助 有的星座 他真的就是做了一天兩天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後 他就會有點沒耐心了 但摩羯他不會 他就會把這個當成自己的 一個例行的工作 好像我一天二十四小時裡面 我就把這個時段劃分成 我需要來做這件事情 就可以很有耐心的去做完 好 那這邊我們就提醒摩羯 做特質很強的朋友 有時候不要所有的責任 都自己扛起來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家人 不管是兄弟姐妹 大家去討論 比較平均的去分擔責任 我覺得這樣子時間久了之後 大家都比較能夠去承受的 不要說所有的壓力 都累積在摩羯的身上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不過剛剛前面提到 就是說安養中心 它也是讓病人 他也想了解病人 他現在生病的到什麼程度 是到不同的程度 然後他才能夠 想他要用什麼樣的 方式去照顧他 所以我們這邊問一下說 長照的模式也分很多種 我們請陳老師 到大銀幕旁邊來 陳老師要帶我們了解一下 說這個照護服務員 跟看護的區別 容易心神不靈 心系不靈 焦躁不安等等這種狀態 因為衝太歲的關係 所以說可能就會比較不順利 就是行到太歲 所以說腸胃到消化系統 這方面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比較不容易生病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調加巴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 陳老師要帶我們了解一下 照護服務員跟看護的區別 其實現在照顧服務員 是我們現在對以前 我們所謂的看護的一個證明 因為提升他們的專業度 所以全部都證明為 照顧服務員 這個要考執照的 他們要受訓 受訓過後會有一張證書 那現在入門的門檻 是必須要有那個證書 才可以擔任照顧服務員 對 所以我們都是有長照小卡的 專業人士 所以照顧服員 現在也是專業人士 他們是有一些不同的 我們大家來介紹一下 那現在因為我們現在是 長照2.0 我們講的照顧服務員 就是居家服務員 那他申請的資格 就是民眾如果說他有需要 他可以像1966申請 或者是跟當地的照管中心 就是衛生局的照管中心 或者是大家有熟識的 什麼A級單位 或者是居服單位 都可以向他們提出申請 是 長照2.0的這個 照顧服務員 跟私人看護中心的 照顧服務員 或者是家裡面的外籍看護 比如說申請資格 長照2.0是由照管專員評估 是 那私人看護中心 他就沒有 他是不需要這個 他們要入住前 還是會有單位的主任 去做評估 他合不合理入住 那外籍看護就是用巴士量表 是有特定身心障礙手冊的 就可以申請 是 那如果是國籍的話 國籍 長照2.0的這邊是要本國籍 本國籍還有位籍的可以 那私人的就一定要本國籍 現在也有外籍的 那外籍看護是外籍的 對 那服務時數 服務時間 長照這邊是要白天 寄見 私人看護中心是 包月全日半日祭時 那外籍看護就是十二小時 二十四小時或者是包月 外籍的話就二十四小時都住在家 那長照2.0這邊講到 這個申請 如果要申請的 所需要的時間 一到兩週 私人看護中心一到兩天就有 也快 那然後外籍看護是兩到四個月 那講到專業程度 專業程度 他們都有受訓 長照2.0是有接受受訓的 是 私人看護也是有受訓的 外籍看護是大部分 無接受照顧服務訓練 可能是你自己家人要告訴他 教他怎麼做 這個阿嬤 他的需求是什麼 你要給他吃什麼 怎麼照顧這樣 對 好 重要的費用來了 因為他們不同 所以費用 長照2.0的 他的費用是 依比例補助 這什麼意思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失能等級 二到八級的 可以使用長照服務 那一般戶的話 像我們沒有什麼 特殊的身分別 一般戶是16%的自付額 所以假設說 像他請那個 富能老師來家裡 協助他做一些 具體的一些 附件的話 大概一千五百塊 政府會給付我們一千五百塊 那16%的話 就是民眾付兩百四十元 好 差很多 然後私人看護照顧給 是整個月的月費 至少三萬以上 這個三萬以上 私人看護就是比較低 但就是每個月的薪水 是 還有這樣 然後適用情形 長照2.0的 適合短期臨時性的照護 機動性及靈活度比較高 那可能只是 只是這一陣子 需要特別照顧 是 其他的 學會了以後 家人就會了 是 然後私人照護中心 適合短期臨時性照顧 這個是一樣的 外籍看護 適合長期性照顧 單月費用比較低 負擔比較少 那其實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說 照顧服務員他們的工作內容 有哪些 是 像基本的照護 他就是說我們協助長輩 他行走 像尤其是剛開完刀的 他還是得要做一些運動 那他可以扶著他 對 然後上下床 然後梳洗 洗澡 換衣服 餵藥 還有吃飯 肢體關節運動 還有很多人就是 家人在更換尿部的部分 他們比較不知道如何借力實力 所以他們會很辛苦 所以那居服員 因為他們都有受過專業訓練 所以他們在這一個部分 其實都算是輕而易舉 你坐 我要軟嗎 你要軟 這是從床邊 要翻到這個輪椅上或什麼 還有一個是說 這樣 我看到是這樣子 對 兩邊這邊 他這樣抱 手搭肩 對 然後 這樣子 然後這樣抱著 然後他靠一個槓桿的力量 然後穿到這邊來 很棒 再幫我抱回去 妳很懶耶 我很爽耶 那上次 這個是有技巧跟沒技巧 跟沒技巧 差很多 沒有學會 會受傷 自己都會受傷 病人也會受傷 對 重點是我們怕病人受傷 而且什麼 換床單 換妖精 它都有很多的那個技巧 很棒的 沒錯 還有可以幫忙買菜 對 那個家務分擔 但是我們不是幫妳打掃全家 對 就是長輩他活動的範圍 那其實像有時候年節 我們比較常碰到一些困擾 就是他會把居服員 當成是那個清潔公司 對 不可以 真的不可以 其實政府跟我們國家 給大家這個服務政策 不可以把它當成用人來使用 它只是為了照顧家裡的長輩 跟病人的 安全看視 然後它會照顧長輩跟病人的 衣物清洗 更換床單 整理床部周圍清潔 買菜 買菜 還有備食 還有幫他準備病人吃的食物 會煮他吃的 不是煮全家 對 不是煮全家 它不是妳家的用人 不要誤會 那妳們可以投訴嗎 當然不行 當然居服員回來會跟人家說 會跟他的多大的長 對 然後他回來就會跟我院長說 院長那個某某某家裡怎麼樣 我說我來 然後 我這樣去錄是不是 沒有 不是我去錄 我就會跟家裡面的人溝通說 其實居服員來家裡 他是安全看視 我們的專業是在照顧長輩 對 那像這種我們沒有專業 我讓你專業的等位 那我就會拿出 我說 這比較專業 清潔公司比較專業 請你這樣說 你說的不對 政府 讓你錢 來我們這裡 把我們照顧老人 我看你營營也沒問題 你煮飯煮了 洗衣洗了 你如果沒問題 你把我們這裡錄錄 這樣我們長輩 他就不會進來這裡多長 是不會知道嗎 阿伯啊 那個 阿伯 他會會言耶 他會會言耶 真的嗎 今天那個某某某某某 開的服務裡面 照顧計畫裡面 我們就只有備食 然後清潔 那沒有幫你拚 沒有幫你拚是什麼 沒有幫你拚 對 拚 說拚 沒有幫你拚 台語不太好 這個大家要注意 對 還有關懷陪伴 對 關懷陪伴的話 像剛剛夥伴有提到說 像一些獅子的長輩 就是他需要被陪伴的 然後我們會帶他們 做一些活動 那像還有會帶他們出去走一走 外出 那有時候會陪著他們 出去買買東西 那還有就是 就是每個老人家不一樣 還有陪他做運動 坐在輪椅上 來爬樓梯啦 滾輪胎啦 什麼這些 所以不會說 什麼滾輪胎 你拜託 手這樣比 手這樣比 所以像我們有時候會 插玻璃 也很棒喔 很有感受 對 因為一些家人 因為工作的緣故 他沒有辦法陪長輩去醫院 專業不專業 陪伴者跟被照顧者聊天 就很重要了 可是你跟他有話題嗎 你也不了解他的過去 有訓練過的就很會問喔 其實像督導他到家裡去開案的時候 一定都會先了解長輩的背景 因為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所以這個就是說 有訓練跟沒訓練 跟沒訓練的差異 專業跟非專業的差別 另外老師 說有減輕照顧壓力的 四包錢 沒錯 讓我們了解 什麼意思 實驗發現說 這個地上癌食 可以降低所謂的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降低所謂失智症的風險 所以他特別強調 第一個是用橄欖油 那原因是因為橄欖油 裡面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高 所以比較不會塞度血管 那在失智症裡面 有一個是血管性的失智 血管性的失智就是你中風了 你就比較容易造成失智的風險 就會拉高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所以有減輕照顧壓力的 四包錢 沒錯 讓我們了解 什麼意思 減輕照顧壓力 善用長照的四包錢 是 來 我們長照四包錢 我想大家現在耳熟能詳 因為連那個奔售車都會貼 一九六六嘛 長照部還有公車 是 那衛福部也一直在宣導說 長照四包錢 那我們來看看 長照有哪四包錢 第一包的話 就是照顧及專業服務 那就是像我們的營養師 我們護理師 還有居服員 是 是屬於這一包 然後他有居家室的 也有社區室 那還有當然是 我們的專業服務也有 那失能等級 是從二級到八級都可以使用 醫師能等級 每個月幾付 這是一萬二十到三萬 六千一百八 沒錯 但是政府不是給你錢 他是給你服務 他幫你付錢給服務單位 然後民眾付部分負擔 是 那民眾負擔的非常 十六趴或者是五趴 對 像我們去做專業服務 一千五百塊 然後民眾只要付我兩百四 部分負擔 是 這是第一包錢 第一包錢 第二包輔具 輔具就是輪椅 或什麼 或是居家無障礙環境的改善服務 那個床買起來好幾萬塊 是 他們是可以申請 輪椅 高貝輪椅 對 還有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這個很重要 每三年給付四萬元 三年四萬 喔 也不錯 對 這個有人有分 有人說 這輪椅是新的 會有人有二手的 有人說 唉唷 飛去啦 那上一個是不是已經不在了 那就看你怎麼想 如果你要說 你要買新的 那當然就比較多預算 如果你不在乎 都是老人家 對不對 有福有寿的 用二手的就更便宜 對啊 對不對 那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那其實我覺得是很多長輩會用得到 比如說長輩會在哪裡最容易跌倒 浴室 還有呢 要裝扶手 廚房 沒錯 那從房間到浴室到廚房 這段路呢 也要裝扶手 對 還有那個階梯 是 來第三包銜是 交通接送的服務 來就是有人住的近有人住的遠 醫師能等級及城鄉距離每個月給付 1680到2400 對所以他們是按照距離來算的 所以其實每一次的費用其實都不多 我聽那個長照司機講 他說 我再接阿嬤才五塊 是 因為是政府負擔了 我們自己負擔非常少 這是第三包錢 可是你知道嗎 這交通接送是真的對民眾 非常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第四包錢是喘息服務 喘息是誰喘息呢 家屬喘息 家屬 我們照顧家人 會瘋掉的 會精神壓力很大的 一定要找個時間 我們自己出去 喝個咖啡也好 看個電影也好 換一個心情也好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喘息服務 這個是 依照失能等級 每年的額度 每年的額度是 32,340到48,510 然後也是讓居服員來幫你一下 你可以出去喘口氣 一個單位是兩小時 一天上限可以用到十小時 這就是善用長招的四包錢 四包錢都沒有互相衝突 怎麼領 請打電話 1966 1966 謝謝老師 謝謝 非常非常清楚 我們政府覺得 對我們很有幫助 這個方面真的做得不錯 真的很棒 來 我們來請教一下 周英君老師 什麼生肖命格的人 在今年下半年 要注意健康警訓 當然如果一般人來講 大家通常都會生病 不可能不會生病 但是看小病大病 那因為有這個生肖上面的衝擊 很可能比較容易生病 那我們來看看 今年到底是哪些生肖 就是下半年 一定要注意健康的警訓 來 我們來看看 屬農的人 今年下半年注意一下 你的壓力呼和過大 身心會比較容易耗弱 那就很容易心神不靈 心情不靈 焦躁不安 等等這種狀態 因為衝太歲的關係 所以說可能就會比較不順利 就是行道太歲 因為今年龍跟龍是喚行 所以可能腸胃方面 所以說腸胃到消化系統 這方面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比較不容易生病 那我們來看看 再來就是屬 當然屬狗因為 成天羅西帝王 這狗就是天羅帝王 因為天羅帝王相沖 所以很容易造成 因為過度勞累 就是你很容易受到干擾 所以說過度的體力透支 那當然心臟或是說 呼吸系統這一方面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心臟還有就是會步 那再來就是 要指紋腔 要顧顧腳 對 顧斷蓋 還有還有要注意的 因為成天羅西帝王的關係 所以今年你開車 還是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比較容易有一個 那個外來的因素干擾 所以說有意外的災禍 所以外來的那個血光之災 要小心一點 所以開車一定要特別特別小心 再來我們來看看 因為屬老鼠的人 今年受到白虎的干擾 所以說很容易情緒方面 失眠多夢 就睡不好睡 所以對你情緒方面容易不佳 所以易暴易躁 就很容易暴躁 所以精神緊張 所以你要注意你的 智力神經方面會不會失調 所以在這一方面 如果智力神經失調 你的健康方面就會亮起紅燈 所以說屬老鼠的 今年的下半年 還是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所以這個就是要小心 提供給大家做一下參考 好 來…我們都會怕 什麼痴呆症 阿滋海默症 我們這邊來問一下儀禮 我們可以吃什麼 來預防阿滋海默症 走路很慢 走路… 很少穿高跟鞋 我今天穿很高 是… 你站過去一下 看他穿得多高 這麼殘忍 很殘忍 要高一點啦 你這樣跟吃太清淡 有沒有關係 沒有啦 好啦 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最近這十幾年 就是說很多的飲食方式 都會預防所謂的失智症 可是目前在醫學上面 來講的話 其實最有我們在講說預防 還有當你得到所謂失智症之後 我們會給的飲食 就是所謂的地中海飲食 是 那地中海飲食 你在網路上搜尋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它就是一個精緻的飲食 那它的口訣就是說 越底層的 你可以每天吃 然後越健康 然後越上層的 代表就是說 盡量要少吃 然後這個地中海飲食 裡面有三個重點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注意 因為大家看起來 好像都覺得 就是健康的食物 事實上第一個 它的用油 有特別提出來 油 用油 就是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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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你的擦材 就是用油 對 它特別 因為地中海飲食裡面 它產的是橄欖油 然後它就用橄欖油 去做了實驗 發現說這個地中海飲食 可以降低所謂的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降低所謂失智症的風險 所以它特別強調 第一個是用橄欖油 那原因是因為橄欖油 裡面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高 就比較不會塞住血管 那在失智症裡面 有一個是血管性的失智 血管性的失智就是你中風 你就比較容易造成失智的風險 就會拉高 那如果你要換成台灣的油 其實建議像苦茶油 或者是黑芝麻 白芝麻油 是跟所謂的橄欖油 它的脂肪酸的組成是一樣的 黑芝麻 白芝麻 對 然後還有苦茶油 不是說很會上火 那用黑芝麻 白芝麻炒菜 你可以冬天再用黑芝麻 對...那你夏天的時候 你可以用像苦茶油 白芝麻油 這一種的 所以這個是跟橄欖油的 這個脂肪酸的比例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叫做台版的 台版的地中海飲食 我們就會建議就是用這些油 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在地中海飲食裡面 它特別有強調就是說 你要規律的運動 跟補充充足的水分 這個就是說有點像是 其實規律的運動 它告訴你說 你要出去跟人家社交活動 聊天 然後規律的運動 水分也要足夠 這個是大家可能在飲食上 比較少會去注意到的 對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說 它有強調所謂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肉類製品裡面 它確實是紅肉 真的它建議就是 盡量能少則少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它告訴你每一週都可以吃 還是白肉類 海鮮類的 魚類的部分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適量的這個飲酒 就是說它告訴你 就是飲酒裡面 只有一個就是紅酒 但是如果你本身沒有飲酒習慣 然後你不需要因為地中化飲食 你就去喝酒 對 所以你可以 可以吃麻油雞 或者燒酒雞 可以 但是它那個酒精可能就會發掉 所以它告訴你 所以我們台版的這個紅酒裡面 我們會換成 比如說因為紅酒就是 它是告訴你是 它要裡面的這個白魚如醇 白魚如醇確實是可以預防 這個濕製的 所以它希望你可以換成台版 就像你可以喝茶 或是巧克力類的 黑巧克力類的 裡面有白魚如醇嗎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T1的方式 這個是我們在講的這個地中海飲食 那現在又有一個就是說 大家在討論的就是 健腦的飲食 就是結合了地中海飲食加德酥 因為德酥是高血壓飲食 德酥是哪兩個字 德道的德 舒服的酥 那它其實是英文來的dash dash它翻譯的 那德酥飲食它本來是用在高血壓 我們知道你如果說 血壓太高 你也是中方嘛 會了 對 對 所以高血壓加上 地中海飲食 就又來一個更厲害的 所謂的這個麥德飲食 麥德飲食 對 它覺得說在我人生裡面 我養生 第一 我不會拖累我家人 第二 我在工作職場上 我是不容許我生病的 你知道有一些人 常常在工作上常常請假 因為它飲食它不注重 所以它可以任意說 我明天有感冒了 我明天有腸胃炎了 但是這些人它不容許 不容許的時候 它就會很嚴謹的告訴我 我什麼能吃 什麼不能吃 然後要平常養生 因為要覺得說 我明天我必須在 明天它要出菜 它要幹嘛 所謂的這個麥德飲食 麥德飲食 對 就是兩個飲食的結合 麥德飲食 麥德飲食 對 可以這樣子 我 我 咬你 我 咬你 然後它這個飲食裡面 有很特別的是 它要告訴你就是 它的量出來的 就告訴你說一週要吃多少 但是這個也可以整理出 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它有建議蔬菜 要特別挑選綠色的 深色的 就是像我們台灣的地瓜葉 或是說像青江菜 綠花野菜 深色像那個甜椒類的這一種 番茄這一種 它特別有提出深色的蔬菜 第二個它水果裡面有提出 所謂的這個莓果類的 莓果類 對 莓果類 薑果類的像這一種 薑果 莓果 草莓 藍莓 小紅莓 或甚至於像那個 花青素 像台灣夏天的桑聖 有沒有 桑聖就國外就比較少 而台灣比較少 這個每天吃新鮮的 不容易找來 有時候買這個 乾果一天一小把這樣 對對對 這個也是很好 所以它特別提到的 這個水果的建議 就是有提到種類的部分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說 在這個肉類蛋白質的來源 它有首選就是豆類 蛋白質 對 家禽類 然後還有魚類 魚類 對 它覺得這個是首選的部分 是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 告訴你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結合兩種飲食的 所以如果你吃你的地中海飲食 你也可以開始試試看 所謂的這個麥德飲食 但它的油脂都 你看它這個有個特別 很特別就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其實很多人 他喜歡用豬油或是什麼 雞油 鵝油 這些動物油 很香耶 對 可是在預防失智症裡面 它特別有強調 就是還是用所謂的植物油 那它這兩個 你看它共同用的感染油 這個部分 那我剛剛有提到 台灣的油其實像芝麻油 或是苦茶油都是很好的來源 芝麻油 苦茶油 對 然後它這個飲食 其實地中海飲食它不管是在預防 或是你得到之後 因為我們有進程嘛 失智症還有病程嘛 輕重重 重度啊這些 其實我們也可以建議 就是用這樣子的原則之下 去給這個病人準備食物這樣子 謝謝怡黎 謝謝 我剛剛寫小心腫 來 我們請教一下美玲老師 哪些姓名筆劃的人 最注重養生 好 哪些姓名筆劃的人 就最注重剛剛伊犁所講的這些 飲食的養生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 第一種這種是有 十五 二三 二四 二五 三五 四五 為什麼他會注重養生 這是跟一個人的習性有關 有的人天生做事情 就是比較認真 做什麼事情都是比較用心 比較認真 你知道 雅蘭姐就是 個性不認真的人 他不會注重養生 對 沒關係啦 隨便吃啦 晚上十二點吃了會發發 他也覺得沒關係啦 但是這些 這些人 他為什麼會做 因為他對他人生 他本身就是很嚴謹的看待自己 每一件事情 我都得用心去做 連飲食也是 所以他就會像伊犁 剛剛講的那些 人家只要講什麼油好 他就會去吃什麼油 然後什麼樣好 他就 因為他覺得說 在我人生裡面 我養生 第一 我不會拖累我家人 第二 我在工作職場上 我是不容許我生病的 你知道有一些人 常常工作上常常請假 因為他飲食他不注重 所以他可以任意說 我明天又感冒了 我明天又腸胃炎了 但是這些人他不容許 不容許的時候 他就會很嚴謹的告訴我自己 我什麼能吃 什麼不能吃 然後他平常養生 因為他覺得說 我明天我必須在 明天他要出菜 他要幹嘛 伊犁你就是屬於這種人 你有二十四 所以你就特別 你特別嚴謹 明明很想吃 但是你告訴自己 千萬不能吃 因為我明天還有一場 很重要的演講會 我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所以他無心中 用這些來告訴自己 我必須養生 而並不是說真的很養生 對吧 對 那個椅里嚇了 害我好久沒吃麵包了 你知道嗎 我快慘死了 我看到那個有那個麵包 我就可以站在前面 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最後這樣走掉 很痛苦 其實我夏天還滿喜歡吃冰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碰到 隔天有露營 有演講或是什麼 我就真的會忍住 我就會喝熱的 因為一個人對一件事情 他很重視的時候 他才會去重視飲食 如果不重視他的人生 不重視事業 不重視他的健康 或者是他不重視他的家 有人可以任意 就是我生病了 我憂鬱了 我怎麼樣 但他這個他覺得說 我不想因為我的事情 去脱落任何人 所以他對飲食上面 是非常非常重視 他除了飲食方面 還會去養生 還會去運動這些的 所以這些人的注重飲食 是這樣子 就是他比較鞭策自己 我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能做 然後吃什麼油 是對健康好 吃什麼東西 是可以瘦身的 它是屬於這樣子的養生概念 醫理就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種 注重養生的 又是另外一種概念 這種的就是說 這個在有他20 29 38 47 48 50的人 他的注重養生又是另外一種 他是屬於愛自己的養生 你知道有一種女人 是很愛漂亮 很愛美 他不容許自己有長皺紋 不容許自己變老 他不容許自然的老去 所以他的養生是從 可能從床單就開始 我一定要是蠶屍的 我的睡衣是蠶屍的 然後他的所有的一切 包含洗面奶 包含什麼 他整個用具都一定是 都是好的 還要包含空氣品質 很多人在晚上 他是不會點那種 很自然的放鬆的精油 讓自己睡得好 那這個他為了 他是會讓要求自己的睡眠品 因為他本身有這些筆劃的人 天生就是比較和平主義 比較不愛跟人家吵架的 他覺得說我不想憂鬱 我也不想跟人家吵架 因為你睡眠品質好的時候 其實早上起來 情緒比較不會照 睡眠品質不好的人 情緒會照 而且睡眠品質不好的人 容易憂鬱 而且睡眠品質不好的人 容易發胖 他會想到這種種因素 而告訴自己 我每天必須要睡得好 所以有這些筆劃的人 很多人都喜歡睡什麼 喜歡從十點就開始睡 而且他睡眠時間 會要求自己睡很長 睡八個小時以上 睡八個小時以上 我有一個女朋友就是這樣 他睡覺一定是十點就睡 而且他睡覺前 一定要先喝個牛奶 再吃個美白錠 他這樣以後沒朋友 他就是這樣 大家都走了是不是 他一定要 睡前一定要喝牛奶 吃美白錠 為什麼 這樣很好啊 你要給他加油 這樣他不會申請補助啊 他真的有 真的有比較年輕 他的睡眠品質又比較好 他比較不吃肉 他吃蔬菜 他的蛋白質是攝取這種魚肉的 所以他的這個養生 就是不同的養生 所以這兩種都是非常好的 我們提供給大家 謝謝老師 來休息一下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接下來我們會這個 因為受到這個冥王星號 其實就是離開摩羯座的 一個影響了 所以我們這個心情 會有一種這種 好像波雲見日的感覺 那自己的心情 情緒 心情更振奮的話 我們也會有更有行動力 來迎接未來的 歡迎回來 您也好好玩 來講到說家裡面有老人 這個生病了 漸漸老去要照顧 真的很辛苦 但是拉拉現在是蠟燭三頭燒 對不對 下面有小 然後還有自己的事業 然後上面爸爸 但是說你現在對爸爸的感情 反而能比較釋懷一點 對 怎麼講 剛開始不是知道爸爸得 這海貿症 你想要這輩子得到一個抱歉 或者得到一個關懷的一個 但是現在你完全得不到 因為他都忘了 你反而要更加照顧他 我後來就轉念了 我就想說 反正我得不到他的抱歉 也沒有關係 因為事實就是這樣 然後也因為他已經忘記我 忘記我妹妹 所以對於我以前 很害怕的那種情景 就不會再出現 什麼情景 我以前是每個月 那個時候我爸爸還沒有帳戶 因為我從14歲開始養他 到現在我也42歲了 你從14歲開始賺錢養爸爸 對 然後到現在這個年紀 當中我爸爸有一陣子 是沒有帳戶的 所以我每個月都要開車去 他住的地方 然後給他錢 那給他錢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跟我講很多情樂的話 或者是騙我的話 情樂比如說他就是全世界 只剩下我照顧他 然後就希望我不要拋棄他這樣 然後又說 很虐心耶 很虐心 不然就說你記得你三歲的時候 然後你就是你媽媽生你的氣 是爸爸來出面攔住媽媽的嗎 我想說我三歲的事情 早就忘記了 然後不然就說 你從小到大吃的蘋果 都是爸爸削的皮這樣子 對 就是會講一些 很小的時候的事情 然後有時候 因為我爸爸喜歡賭博嘛 所以他會騙我 例如說 我最近跟一個叔叔講好 我要來做茶葉的生意 那因為我跟叔叔 可能要一人拿二十萬出來 那爸爸第一次要當老闆 你要不要支持這樣 然後就想說 我那時候真的很天真 妳有相信過幾次 我相信過應該有十次以上 然後都拿出來 反反覆覆相信了十次以上 我最後就覺得不能再相信他 所以才變成我每次要去找我爸 我很害怕 然後那個開車的過程 我是會邊開車 有時候會大哭尖叫那一種 因為我想說 全世界有沒有人 可以幫我去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去了之後 我爸又跟我講那些話 我回家可能要花三到五天 去評估我的心情 妳不會開車到樓下 就跟他說 爸 妳下來拿我 等一下有通告 那個時候還沒有做 我的奧義人 我那時候開一間法廊 所以我就 他跑不掉 我跑不掉 因為爸會去找妳 對 然後後來 對 就像篤霖哥 他就變成來我的店等我 每天都在門口等 然後因為我也不敢跟別人講 所以看到人都覺得 妳爸爸很關心妳 每天都在店門口這樣子看妳 然後我想說 是因為我沒有給他 當天的營業額 他就不會走 所以變成每天都很內好 然後都是自己的親生父親 這樣對待我 我就覺得很痛 妳這樣的看法 就是他阿茲海默症之後 這些他也都忘了 妳也就不用再聽了 對 就都過去了 對 你可以跟他說 其實我是妳的債主 我今天要好好的 把妳救回來 妳錢才會還我 有沒有說 我現在只要面對 每個月一號就是 匯款給安養院中心就好 這樣子 不好意思 這樣子一個月大概 要多少預算 三萬五 他其實是按照房間去 如果說單人房的話 可能要四萬多 五萬都有 然後我是幫我爸爸 選那種四人房的 量力而為 對 量力而為 所以現在覺得輕鬆了 我本來想說完蛋了 就是因為我本來以前 給他零用錢 就是大概是兩萬塊 因為房租是八千 然後我想說 一個月一萬二差不多吧 這樣子 因為給多他也會 拿去多國 對 對 所以我每個月 是支出兩萬 然後現在是兩倍 因為除了三萬五 還有一些醫療費用 對 大概是四萬塊 我也本來很擔心 我自己可能會不會 沒有能力去貧富 就是因為我又買房子 對啊 自己也要顧到 對 我自己的房子 然後我媽媽那邊的房 大概也是我在處理 你 對啊 然後我也不能 因為我爸爸生病 就不栽培小孩 就我女兒也要補習 學英文 學其他 你一個月有很多錢 對 我一個月基本開銷 就是十萬以上 我就想說怎麼辦 又多了一筆四萬塊 然後正當我很煩惱的時候 那個我剛好家裡 也在裝潢 那裝潢我也花了三百多萬 然後我就覺得 也沒辦法 就是前面都付了 我後面一定也要生出來 就這樣莫名其妙 我就多了很多份工作 很好 所以我就想說 轉念好像很重要 因為我本來覺得 我好像熬不下去 但我也沒有特別去精修 還是學習其他的才藝 讓我的可能通告 還是業配變更多 都沒有 但可能 但就是有多收入 就是可能通告跟業配 都兩倍多 然後就讓我平 就是很順利地度過 那一個時期 就不知道是家裡風水很好 還是老天爺 就變成我這個榮郎 孝順 對 我就覺得很感恩 來Amanda老師 誰在今年下半年呢 哪一種星座 會迎來柳暗花明 對 好 我們趕快來看 這非常重要 就是從太陽跟上升星座 來看看哪些星座的朋友 可能在上半年 覺得卡卡得不太順的話 不用擔心 在下半年 我們就會柳暗花明了 首先第三名 如果你的太陽跟上升 是落在摩羯座的朋友 摩羯座呢 我們說走出低潮迎接星局 可能有一部分的摩羯座 上半年會覺得 好像這個感情談得 也不太順利 或者是工作事業呢 沒有突破新的發展 不知道前途在哪裡 很迷惘 導致摩羯座的心情 有一點低落的話呢 要恭喜你喔 接下來呢 我們會這個 因為受到這個冥王星 其實就是離開摩羯座的 一個影響了 所以呢 我們這個心情會有一種 這種好像波雲 見日的感覺 那自己的心情 情緒心情更振奮的話呢 我們也會有更有行動力 來迎接未來的 要恭喜摩羯座的朋友 第二名呢 如果太陽跟上升是落在巨蟹座的朋友 要恭喜囉 我們可以期待的是 這個巨蟹座的朋友 下半年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有機會遇到一些 真的還蠻有實力的貴人 不只是精神上的加油打氣 可能他有一些人脈資源 或是真的很實際的 金錢上的這種很有實力 然後呢巨蟹只要這種 我們講說價值觀一致的話 比較相近 談得來的話呢 可以幫助巨蟹們 真的都有嶄新的事業發展 我們可以敬請期待的 第一名呢 我們真的要恭喜的就是 天秤座的朋友了 我們說呢 長期投資收穫滿滿 這時候呢不管是你說 真的就是股票啦 房產啦 甚至是一些什麼 人脈人員上的投資呢 其實都會有滿滿的收穫 就是非常恭喜天秤座的朋友 也恭喜上榜的朋友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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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來了 要請問周英俊老師 什麼守面相的人呢 不會不計前嫌 然後還會以德報怨 對 來 我們來看看 第一點就是 宰相肚裡能夠撐船 肚子大的人 對 不是肚子很大 他是肚量很大的人 通常這個人就是 眉毛濃密 眉間很高 眉間就是兩眉之間 印堂很寬 眼大有神 眼睛比較大的人 其實都不愛嫌高 不是眼睛很小的 人家說小鼻子小眼睛 他就不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他什麼事情都會看得開 做事情會直來直往 沒心機就對了 他會注重品質 品格 豪泛 磊落 有時候做事情 這樣脾氣不會糕糕怪怪 有些人你就是 有一點事情 他就會很會計較 他不會 不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他能夠寬宏大量 當然也能夠以德報驗 能夠以德報驗 是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他就是不會跟你計較 那就已經在現在的社會 已經算是以德報驗了 因為怎麼樣 他不跟你計較 還是一樣跟你來往 我們就稱為以德報驗了 要再叫他 真的對你好 那就不可能 所以說只要是眉毛濃密 眉間寬的人 眼神大的人 通常都是 窄向肚裡人成床的人 所以是真的有道量的人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寬宏大量不計愁 他常會說 他沒有吃東西 明明就給他吃了 但他沒有吃 然後可能你老公會過來說 你怎麼沒有給我媽媽吃東西這樣 事實上都有吃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給他一個 飲食紀錄表 就是說比如說這一餐早餐吃了 然後可以請他在旁邊簽名 請他簽名喔 來 我們來看看 寬宏大量不計愁 有時 有些時候 你對他講話 有去把他抵著的地方 他不會跟你斤斤計較 每一句話 每一句話 都跟你寄得吊吊 所以說有些時候 等一下就馬上把你回一句 來讀你剛剛那句話 他不是這樣子的人 就是鼻樑比較長跟挺 鼻樑長的人跟短 短的人就是什麼事情 很快 那長的人他就什麼事情 他就會比較常失 做事情他會比較 失微會比較長一點 他會想說 你剛剛講那句話 可能這跟我開玩笑 或是你剛剛講的那不是有心的 他不會跟你嫁到這麼多 那鼻滴飽滿的人 鼻子有肉的人 通常我們就是說心比較沒毒 鼻子有肉的人 就是心比較沒有毒 所以而且他性格也比較開朗一點 比較宅心人厚 像這種人來講的話 他就是寬宏大量 他不會跟你計較 他會包容別人 他會認為說 可能你在跟我開玩笑 不是真的有比 這件事情 或是你說的這句話 不是陷阱我 他不會每一件事情 都會我給你記住 這件事比較短 就要幫你報完事 他不會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是寬宏大量 他是不記仇的 再來我們來看看 那個叫退一步 海闊天空 接著 來 就是嘴大 嘴唇有一點點上翹 嘴唇比較厚實 如果嘴唇薄薄的人 講話就會很尖酸很刻薄 那嘴唇比較大 比較厚實的人 他會比較明朗比較開放 講話比較寒慢 但是問題他心地 會比較善良一點點 就是不是那個 嘴巴如果人家說 嘴唇薄薄薄的那種 就很會講話 而且講話就會很刻薄 尖酸刻薄 但是如果嘴唇比較厚一點的人 他其實講話是不會這樣子 凡事會以 就是抱著熱觀的態度 或是什麼事情 都會以別人來去想 那只要會以別人的立場 去想的人 通常他都不會 不會就是說 對人好年快 所以我們這樣稱 也是一個以德報應 所以就是 能夠退一步海闊天空 他是不會跟你 什麼事情都計較 所以像這種人 通常他自己也很快樂 對別人也是會 讓別人很快樂 所以像這種人 對於我們現在 在一般的這個社會上 來講的話 也是算蠻少的 因為他雖然說 不一定要以德報應 但是他不會跟你計較 那這樣子的話 有時候我們 偶爾不小心去得罪他 你不會說 回去都不吃不睡 還要得罪這個人 會不會有什麼事情 所以說這種人 你就放心跟他交往 沒有問題 好的 謝謝老師 來 講到這個失智症的照護 也是要費很多的心思 我們這邊問一下怡里說 失智症的病人 有什麼常見的飲食問題 其實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失智症還有分等級 就是說我們先從輕的來講 輕度的一開始的時候 那最常遇到就是說 我們知道院長應該也知道 就是所謂的就是 他常常會說 他沒有吃東西 所以明明就給他吃了 但他沒有吃 然後可能你的老公 會過來說 你怎麼沒有給我媽媽吃東西 這樣 事實上都有吃 所以這時候 我們可以給他一個 飲食紀錄表 就是說 比如說 這一餐早餐吃了 然後可以請他在旁邊簽名 請他簽名喔 所以常常常他會記 他說他沒吃 其實你會說 媽媽你看 你有吃嗎 其實他剛開始輕度 他可以知道說 我有吃 我有吃 就是請他簽名 就有點像是告訴他說 你自己認可了這樣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他如果不簽 可是有的不願意 我跟你講 對老人家 你吃完簽名領一百塊 他一定很願意 對不對 老人家可以領一百 吃飯領一百 其實這個 他們會常常覺得他自己沒吃 這個倒是一個方法 然後另外還有水分要注意 這時候輕度的時候 要注意水分有沒有足夠 因為有時候可能他們會 沒有 就是老人家的時候 會忘記喝水 這個是 然後中度的話 其實要在意的是 已經到了中度濕症 他會忘記吃飯 然後忘記 如果有在戴假牙的 老人家可能濕症 他會忘記要戴假牙 他會忘記喔 他不是說他不要戴喔 然後會忘 有時候會比較稍微 他會接近重度 他會忘記使用 怎麼用筷子 湯匙 他不會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 營養師可以準備一些 那個家屬可以準備一些 用拿的 比如說像一些手指食物 有點像是嬰兒那種 寶寶肺這種手指食物 比如說菜可能 可以一條一條的用拿的 好 然後另外 比如說像水煮蛋 它就不像炒蛋這樣 要用湯匙嘛 它可以用拿的這樣子 然後另外這時候中度 我會很容易想要吃甜食 也想要吃甜的喔 滿明顯的 對 然後我們這時候 可以設計一些比較 就是健康的甜食 比如說水果優格啊 這一種的 然後或者甚至於 把一些水果 放在餐跟餐之間吃 這一次的方法 那如果到中度 或是重度的時候呢 他不是忘記 他是沒有辦法吞咽 就是他 對 他不會吞了 然後呢 他整個人就會變得 比較沒有精神 所以這時候 你的熱量評估 營養素的缺乏 這個都是要評估 還有就是比較會擔心 就是所謂的嗆到 嗆食 因為有時候會吸入性肺炎 所以有一些小東西不能給他吃 比如說像麻糬啊 湯圓啊 不然就是 對 說退化是 除了這個忘記之外 是個退化 裡面的雞肉也退化 因為他不會吞咽了 不會咬 然後那個花生粒 連咬都不會咬啊 他就含在嘴巴 對 所以我們常常在做口腔護理的時候 你上一餐吃什麼東西都知道啊 都挖得出來喔 因為他含一含 他就忘記了 含在裡面 對 吃進去就 沒有吞下去 就包在嘴巴 對 然後像牛奶 有時候會 人家會想要給他一點牛奶補充 這時候如果是中度 它可能會嗆到 所以確實有一些 商業配方可以加在裡面 讓它比較濃稠一點 要不然你就是用一些 比如說像牛奶 就可以改成像優酪乳比較濃稠 豆花啦 這一種的 就是讓它比較質地 不要是液體 它有可能會容易嗆死 所以這個其實都要特別注意 是 所以說照顧的人很辛苦 很辛苦 我們同樣是辛苦 你照顧寶寶 他會一天比一天好 一天比一天可愛 越來越長大 你是有希望 可是照顧老人其實是 你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他只會越來越退化 所以你照顧者的那個心態的 要調整 建設要非常強 沒錯 它就是會退化 它就是漸漸越來越濕 越來越濕 所以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自己照顧好 來 美玲老師 林朱三寶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能夠永見不倒 好 我們先來看第一組 第一組是六顆對三顆 第二組是五顆對四顆 第三組是六顆對五顆 第四組是五顆對三顆 第五組是四顆對六顆 我們要憑第一直覺 來 那個 院長 一 二 三 四 五 選一下 三 來 四 四 一 五 一 二沒有人選 當然 一 二 三 三 我們來看觀眾朋友跟阿美玲老師挑的 這個一是在哪一方面能夠很勇敢 這個就在意志力 意志力方面 可能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想要減肥 或你想要做什麼的 你這個 你現在的目標可以達成了 因為代表說你意志力不會 會勇敢 不會倒的 來 再來我們來看第四 我們來看四是在哪一方面會勇敢 不會倒的 這個呢 是在考驗方面 這個考驗就是我們剛剛所提的 現在很多人 有的人是面臨到自己的病痛 每天要看醫生 那有的人是面對到家人的病痛 你每天你要去照顧他 你如何讓自己屹立不倒 這是很重要 你補到這個掛 代表說你還是頂得過的 我們恭喜你 再來我們來看五是在哪一方面 會勇敢 不會倒呢 這個是在感情方面 就像現在很多人感情 就是在那邊想 到底要繼續 不繼續 對 我選不繼續 要放棄或不放棄 或怎麼樣的 這代表說你也終於撐過去 你真的撐過去了 所以可以 我把我家那一口子 當老婆來的胡適 他剛剛才在講 你要記得打1966 等一下申請喘息服務 他來這裡就喘息了 對啊 喘息 他剛剛才在講而已 說他把他已經當 爸爸在服飾了 這代表說你們中間的感情障礙 其實已經過了那個關 過了那個坎了 所以你們的感情 會越來越堅固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來看杜林阿伯好了 杜林阿伯是真的這方面 真的很勇敢 我們來看看阿伯 是哪一方面很勇敢 就是他的健康方面 我們今天健康是給90分 所以代表阿伯的健康 是真的很勇敢 很好的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真的杜林 我覺得他真的越來越回程 而且什麼都好 就你身體健康 學也不濃 我那時候是吃兩碗都肉飯 不才會這樣 好 這個我們恭喜你 來 再來我們來看 雅蘭姐跟院長 是哪一方面是很勇敢 這個我們恭喜你 是材料方面的勇敢 謝謝老師 來 我們這個 命運好好玩的限定活動 我們開跑囉 請注意 現在加入蜜月號玩的官方LINE 免費索取鬼月限定的 愛檀香吸收乳 8月起每個晚上11點 限量開牆 好 謝謝老師 謝謝三位 謝謝來賓 感謝你的手工 大家健康好 拜拜 拜拜